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已取得了极大进展 根据刚刚相关消息的权威发布 中俄双边贸易已接近千亿美元 中国也成了俄罗斯的最大贸易伙伴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日前报道 中国某高层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发言时表示 中俄年贸易额已接近一千亿美元 双方目前正在实施73个大型项目 此外还对中俄经贸合作给予了高度评价 而普京则称中国已成为俄罗斯的最大经贸伙伴 此前普京多次与中国朋友们这样的话语来形容中国 可见非常感激 众所周知 俄罗斯近几年非常狼狈 被美欧连续多年进行经济制裁 如果不是中国及时伸出援手 仗义帮忙 那俄罗斯的日子肯定很难过 没钱花 啥都没个好 当然 俄罗斯方面对中国也没得说 尤其是在军事方面 比较先进的S400防空导弹和苏道35战机 第一时间就到位了 对于中国在相关领域的技术突破 大有弊意 中俄的全方位合作 除了应对压力需要 也是当代大国关系的合作典范 对维护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非常重要 而从在联合国的投票上 我们也不难看出 中俄基本能够保持一致 这同样是一个重要信号 那就是警告个别霸权主义国家 不要太过分了 中国的经济优势 加上俄罗斯的军事优势 照现在的势头发展下去 把霸权主义的嚣张气焰打下去 不过是迟早的问题 况且历史上也含有一个大国 同时对抗两国大国 能够获胜的先例 因此保持中俄关系的互利互惠 对于维护当前世界和平发展历史进程 阻止霸权主义的军事冒险意义重大 而在可以预见的很长一段时间内 中俄双边关系只会蒸蒸日上 霸权主义将难有使坏的机会 所以